這個多少錢? 380元 330元 我已經很久沒有吃了這麼好吃的生蠔 這應該是我來泰國以來吃過最貴的一餐 歡迎收看一隻阿圓 別忘記幫我按個讚還有訂閱頻道喔 今天是我來泰國的第二天早上 雖然今天我已經睡到快要中午的時間 可是因為昨天抵達的時候實在是太累了 晚上還是有去吃了一些東西 如果你們想要看我吃什麼的話 搞不好我會放在花絮 然後今天會是一整天在泰國的完美行程 我有找了一些上次我來泰國沒有玩到的地方 因為距離上次來泰國大概是半年前 中間一直很想來 可是沒來是因為那一陣子雨季真的是太嚴重了 雖然我昨天還是有遇到下雨 可是至少沒有像前陣子那麼的瘋狂 那這一次決定在泰國拍一個不看價錢過一天的生活 所以我待會帶大家去的每一個地方 就是我完全都不會看價格 反正我要買什麼我就買什麼 我要吃什麼我就吃什麼 總之在泰國不管是吃喝玩樂買都超級便宜 所以我自己覺得應該今天只會花5000塊吧最多 那在出門之前一定要先化妝啦 這一次我特別帶了這個 大家應該對這牌子不陌生吧 美國FA比穩膚神器 因為他們家最紅的就是這個燕麥霜 我上次好像看到Blair也有分享 那我大概是兩年多前就是收到他們家公關品之後 我就發現很好用耶 他用完之後隔天的膚質狀況會變得很穩定 也會很保濕 比較不會有那種乾燥脫皮的問題 尤其是像我這個鼻翼這邊很容易就會脫皮 我每次只要出國拍攝然後住在飯店裡面 因為冷氣都很強 我隔天醒來的時候我的膚況就會變得很不穩定 而且呢他們家最紅的這個燕麥霜 它不管是薄擦或厚擦呢 就是都可以讓你穩定你的膚質狀況 而且呢它也有修護的效果 那像是如果我隔天有重要拍攝的話呢 我就會厚膚 我昨天晚上其實就有厚膚 放一張昨天厚膚的照片給你們看 登在這裡 然後大家想要薄擦也可以 只是說後敷完之後如果你們覺得說 欸它還是有殘留的一些保養品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把它給洗掉的 然後呢我上一次就是去美國的時候 我就有去他們的Sephora逛 然後我就發現很多女生的購物欄上面 都有放他們家的保養品耶 所以他們其實在歐美是超級紅的 那像是大家呢就是如果在季節轉換的時候 有一些脫皮啊泛紅乾燥的問題的話 其實都可以透過他們家的保養品來做改善 擦完之後我覺得會舒緩蠻多的 所以呢我幾乎出國呢只要我的行李箱裝了下 我一定會帶他們家的其中一樣任何東西 比方下我可能一定就會帶這個 燕麥霜或者是帶他們家的這個 洗蟹潔面乳 這一瓶的話我幾乎每次出國我都一定會帶 而且他們家這一系列的保養品呢 不管是敏感肌或者是醫美術後都可以使用 大家呢就是可以看我今天一整天使用下來的狀況 然後我晚上呢就是洗完澡之後 我還會再敷一次給大家看 那我待會呢就是上妝前 我會先擦他們家的這個 強效修護燕麥舒緩化妝水 然後呢配上這個燕麥霜 擦完之後呢然後再開始上底妝 而且呢它也比較不會脫屑 然後妝感也可以更服貼 那我現在呢就先去上妝 上妝部分呢我就不拍了 我待會呢就直接完妝給大家看 然後我們就一起出門吧 好啦現在擦完了 那我要去上妝了 大家待會見 太忙了 大家我剛剛呢已經化完妝了 給你們看 很服貼吧 嚇到了 而且我跟你們說不要覺得泰國很熱 就不需要做保養 通常冷氣都開超級強的 所以我昨天儘管我已經有擦保養品囉 我今天還是覺得說欸不行 早上起床不能偷懶 一定要立刻再補擦一點 不然的話呢皮膚真的會hold不住 好我今天一整天都會記錄 所以你們不用擔心 就是它到下午它真的給我脫了 我也會直接跟你們分享 你們看一下外面 曼谷 等一下要去那個 Icon Seam 然後那邊有非常多可以逛的地方 今天剛好是禮拜六的關係 那就出發吧 大家終於抵達了 Icon Seam 這裡呢其實非常的新喔 它大概只有開了三年而已 然後剛剛司機有跟我分享說呢 大家近期觀光客 都一定會來這邊玩 那我上次會知道這裡呢 是因為半年前我去搭那個船嘛 就是在那個梅南河搭船 然後晚上它Spa Line打下去 超級漂亮 所以就想說呢剛好 上次沒機會去這一次呢 帶大家一起去逛 那這裡呢有個很酷的是 它把整個水上市場搬到這裡面去 所以待會呢大家可以在裡面 可以看得到那種水上市場的感覺 會有一些河啊 我覺得還蠻酷的 然後在網路上我也有看到很多 好吃的小吃跟一些甜點之類的 所以待會呢我們可以在裡面 進食用餐 它真的是很美耶 給大家看一下周圍 而且呢因為今天是禮拜六的關係 其實交通超級塞的 然後我大概從剛剛那個地方過來 花了30分鐘的時間吧 可是呢如果你們搭大眾交通運輸 就比方搭BTS的話 是要搭50分鐘 我覺得更久 總之周末的曼谷就是人潮滿滿 全部都是觀光客 那我們就一起進去吧 走 進來囉 給大家看一下超酷的 哇 想一下第一餐要吃什麼 有一點想吃麵 然後又想要喝飲料 然後等一下我又想要去吃那個甜食 哇 我看到一個超恐怖 超恐怖超恐怖的食物給你們看 烤鱷魚 嚇死了 雖然我知道這邊好像蠻有名的就是烤鱷魚 可是我剛剛看到那個本尊還是有點驚嚇 好 哪個是最好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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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吧 剛剛小哥推薦我這個 和牛牛肉麵是最好吃的 他在推薦我的時候 我是完全沒有在乎價格的 我就是只在跟他說好 我覺得我今天可以大概整理一下 我大概花了多少錢 在就是吃喝玩樂上面 跟你們分享 因為畢竟菜股真的蠻便宜的 可是我覺得因為這邊是在Icon Seam的關係 所以它的物價就會比外面的還要再貴一些 其實我是有明顯感受得到 因為你就把它想像成它就是 百貨公司的地下街的概念 但是它相對之下它比較乾淨 然後就是也比較有秩序 然後東西你也會覺得比較有品質 Thank you 我想要加一點辣椒 這什麼啊 不知道好不要亂加好了 再加一點九層塔 一點豆芽菜 OK感覺很好吃 好我現在快速快速移動回去 哇 而且我都還沒有選飲料欸 等一下 我還是一件一件事情做好了 免得等一下它出事 而且好燙好燙好燙我的手 Oh my god 好燙好燙好燙 我好怕翻倒 我再去買個飲料 我買這個Coconut一個60 它這邊也有這種已經裝好的 Fresh Lungen Juice 龍眼 Juice OK Thank you 和牛麵粉來了 然後還有買了一顆Coconut 先來喝一口 超好喝的 這外面其實一顆應該才二三十塊而已 這邊確實是真的比較貴 它麵超Q的欸 然後它這個湯 有一點那種 淡淡肉骨茶的那個茶香 然後這一碗它會這麼貴呢 是因為它是和牛 超級大便 好吃欸 它的和牛超嫩的 而且它已經煮到全熟了 所以就不會有任何的那種和牛 過多油脂的腥味 配這個丸子 這個丸子比我昨天叫外賣的丸子還好吃欸 它比較接近台灣丸子的口感 就是脆脆的 喝一口湯 很好喝 但我覺得呢 來這邊吃它的這種丸子麵啊 牛肉麵 一定要加辣 加辣就會很有那種泰式的感覺 因為它那個辣就是有點酸酸的口感 現在剛剛吃完東西 因為剛剛那個太辣了 所以 有點想要喝一點什麼 好辣好辣 這邊的飲料 我剛剛這樣子掃過去看幾乎都是八十塊 就是沒有很便宜 但是 感覺應該都是比較衛生的 這個 這個是什麼 什麼是秋葵汁啊 等一下喝給大家看 其實它上面有那個甘蔗汁 其實我是蠻想喝的 可是 看到一個比較特別想說喝喝看 喔 喔 它這樣泡起來 可愛 Thank you 喔 OK 可不可 耶 這個啊 好熟悉的味道喔 有點像蔓越梅汁的感覺 然後又有點香腎的口感 但總之好喝 哇 耶 買到了 我只有買四個 因為我怕我吃不完 這樣子總共六十元 所以一個才十五塊 超級便宜 那我們現在就旁邊吃 嗯 聽說來那個 Icon Seam一定要吃他們家這個糕點 所以呢我來選 這個 白色的 這怎麼吃啊 很好吃耶 很像那個媽媽在菜市場 買的那種 涼桂的感覺 蠻好吃的 可是有點甜 口感有點像果凍 好吃耶 嗯 嗯 我還可以再吃一個耶 我自己最好吃這個 嗯 好Q喔 這個台灣應該也有 只是台灣應該是咖啡色 我剛剛吃起來QQ的 很像麻糬的感覺 真的很好吃耶 它比較沒有那麼甜 大家可以去吃 剩下我帶回去當宵夜 聽說Icon Seam的頂樓 有一間專門在賣酒的星巴克 我打算要上去看一下 走 它其實上來二樓之後 二樓再一直往上走 就全部通通都是一些 百貨公司看得到的一些精品品牌 所以大家如果在樓下吃完東西之後 想要上來樓上逛的話呢 也是可以的 但是這邊我應該就不會介紹了 因為我覺得就是大家 所知道的百貨公司的樣子 被我找到了 有酒精的星巴克 沒有錯它就是在七樓 超級寬廣 而且非常的舒服 然後超大的 我剛剛點了一杯這個 冰覆盆子紅茶 三格力氣泡酒 然後再一個這個 Sunset日落 這個是沒有阿可厚 這是有阿可厚的 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這裡 這裡是曼谷最漂亮 也是最大的星巴克 然後呢 它同時也是有在賣酒的星巴克 很酷的是剛剛看了一下它的Menu上面 真的有在賣酒 所以我剛剛呢就點了一杯 想說待會可以來喝喝看 那如果大家呢來這邊玩的話 晚上從那個河畔那邊看過來的話 頂樓就會看到一個很漂亮的Bar 它其實呢就是星巴克的Bar 那它除了室內之外 它戶外也有空間可以讓你坐 所以蠻多人就是可能晚上就會來這邊 就是喝一點小東西 然後坐在外面欣賞風景 而且呢剛剛旁邊那邊啊 它也有那種很漂亮的那個 落水的一個裝置藝術在那裡 超級漂亮的 它那個裝置藝術看了就很像是 我之前在新加坡的時候 張宜機場的那種裝置藝術的感覺 我覺得它的設計規劃都很漂亮 而且也很難得就是在亞洲 第一次看到這麼大又這麼漂亮的星巴克 有在賣酒的 所以一定要分享給你們 如果大家呢下次來曼谷玩的話呢 一定要來七樓這邊稍微的體驗一下喔 將將就是這兩杯 外觀看起來超漂亮的 非常的好打卡拍照 這一杯是SUNSET 它裡面呢有一點淡淡的柳橙香 喝起來也蠻像水果茶的 我覺得它沒有什麼酸味耶 柳橙汁的口感 然後再加上一點點莓果的香氣吧 這一杯我覺得蠻好喝的 如果不喝酒精的人 我覺得可以試試看 因為它這個口味在其他國家應該是沒有 台灣至少沒有這個味道 所以大家可以喝喝看 有酒精的氣泡飲 很好喝耶 我沒有喝到任何酒味 也許它的酒味非常的淡吧 但我真的沒有什麼 喝不出什麼酒精味道 是可以一口接一口喝的 而且它裡面有點莓果香氣 然後再搭配蘋果香 上面也有放了幾顆蘋果 還有檸檬 我覺得蠻好喝的非常的消暑 這個地方超舒服的 很多人來這裡打卡拍照喝飲料 分享給你們七樓 剛剛本來想要去搭船的 沒想到外面現在下大雨 天啊 目前是下午大概兩三點左右 然後因為我都是在室內 所以其實冷氣還蠻強的 可是現在沒有任何什麼脫皮啊 掉妝的問題都沒有 我覺得都還蠻不錯的耶 而且也沒有黏黏的感覺 主要是這個啦 鼻子周圍這邊最容易會脫皮 目前感覺也沒有 很讚喔 哇賽 我們在六樓看到這個 鬼滅的扭蛋 才一百塊 一百塊泰銖等值台幣一百 可愛 小星 鬼滅跟皮卡丘 剛剛看來看去之後呢 決定要來轉這個 皮卡丘cosplay鬼滅之刃 我裡面最想要的應該是 迷豆子 因為我本身就最喜歡女角 出來了 迷豆子 居然 等一下我答案給大家看 今天好幸運喔 迷豆子 為什麼這邊感覺好像有點突破 為什麼這樣 有點光溜溜的感覺 這我擺在自己家裡啦 哇超多的 也有ester bunny 那就是ester bunny的包包欸 超可愛 我現在逛的這個地方呢 是icon seam的loft 就是日本的那個牌子 然後它這邊賣的東西蠻多的 我在網路上看到有人說 這邊有在賣很可愛的care bear 剛剛我看到 然後這邊還有很多 各式各樣的娃娃 這是沙利嗎 怎麼那麼可愛 東西我覺得算是還蠻多的 我覺得大家如果覺得很熱的話 是可以在裡面逛一下 這邊還蠻酷的 是其實就是 其中一邊呢 是icon seam 然後另外一邊是高島屋 就是另外一邊 是專門在賣一些日牌的 所以它就是 就是一整大洞裡面 其實是切成一半 然後一半呢 是否泰式 一半是否日式的 好 我們現在要去下一個地方啦 剛剛買好票了 一張30元 我們要去Asia Ting 後面搭船 剛剛等了快半個小時吧 超級久的 晚上會超漂亮 會有燈光秀 然後Asia Ting其實蠻近的 就是直直過去 基本上就到了 就從遠方可以看得到摩天輪 大家有看到嗎 遠方有個摩天輪 就那裡 待會就到了 那我打算等一下呢 就是在Asia Ting那邊 至少要買一些衣服 因為我這一次來泰國 帶的衣服沒有很多 抵達了 這個就是Asia Ting的一個地標 就是它這邊呢 有一個裝置藝術 我當年就是有這邊 拍了個張照片 如果找到的話 幫我放在旁邊 其實蠻多東西的耶 雖然我覺得它的衣服 都是真的偏蠻泰式 就是它的風格 原素蠻多的 可是 在這邊穿就不會突兀 因為它就是很泰的感覺 也有可愛的帆布袋 哦 也有很可愛的這個耶 草帽 可以再稍微看一下 我是蠻想買個一兩件啊 就是在這邊可以穿的 這邊也蠻多的耶 其實你們看的時候 可能會覺得有點偏 在台灣可能就比較不是 但在這邊就還好 怎麼覺得人有越來越多的趨勢耶 大概知道要買什麼 嗯 是蠻想買這個的 這一件或這一件 感覺 這一件蠻好看的 這件蠻好看的 好 380 380 330 330 330 不可以 350 350 350 我還有這三個顏色 三個顏色 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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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顏色 你覺得哪個是最好的 這件是最好的售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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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喜歡這個顏色 好啦 350就買 OK 這個 謝謝 我真的是 每次都沒有辦法厚臉皮 就是硬紗耶 就是我當然覺得330真的不錯 可是 沒關係啦 就350 而且我覺得他剛剛的笑容有迷到 我就讓我就是不忍心再殺價了 而且這顏色真的蠻好看的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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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三個100 一個39 然後也有59 都超便宜的耶 這個雖然在台灣應該是用不到的 可是在這邊背就是好像可以 才59塊 太便宜了吧 這個也超可愛的 這邊也有 哇這很小件 這種草帽系的魚毛也很Q 要買了這個小包包59元 超級便宜的 我想要買它是因為我今天剛好身上都沒有口袋 所以我想要放手機就有點麻煩 然後想說這個呢明後天都可以背著 這樣子 蠻可愛的吧 你看這樣的話 我待會呢就可以把我的手機放進去 錢包可以丟進去 把它拉起來 這樣 就很方便了 現在鎖定這間 我真的最近對這個衣服都覺得 無法自拔 超好看的 它這邊還有一些Sample照 對這個 今年真的超紅的 剛剛買完了 明天可以穿的衣服後 想要去吃飯 其實這裡面的東西感覺都蠻好吃的 只是說我在網路上有找到了一間 我覺得很漂亮 它是玻璃橱窗的餐廳 然後在正前方 然後上次呢 就是Uncle Tim有帶我們來這邊 就是要搭船嘛 它這邊已經開始接近傍晚了 這邊呢就是大家應該都是在等搭船的 希望那個玻璃橱窗餐廳可以很好吃 因為它真的超漂亮的 很像酒吧的感覺 大家看它真的太讚 我是覺得單價是稍微高了一點點 但是它的景色 是蠻不錯的 看過去就是河跟船 但我自己個人會覺得如果可以先booking定 座位在裡面的可能會更好 因為這邊就是偶爾會飄來它那個河的味道 我覺得會有一點點 小小的 但是除此之外是不錯啦 我覺得是蠻好拍到 剛剛點了蠻多吃的 我點了一份Oyster 生蠔 然後就是又有點了一份排餐 一份蝦子 然後我自己喝tonic water 然後這一間店它剛剛讓我入場前 它有先讓我看過menu 我在猜可能是它覺得這邊單價可能稍微高一點點 所以它先讓我確認過 但我覺得還ok 就是它的價格跟台北的餐廳價格差不多 這是我點的coast water 嗯 發現這天起來其實算蠻不錯的 就是比較不會那麼熱 全部都上齊了 先來吃我最想吃的生蠔 一口吃喔 它感覺沒有到很大坑 嗯 我已經很久沒有吃到怎麼好吃的生蠔 它超級新鮮而且它是甜的 很好吃耶 我跟你講它真的可惜沒有很大顆 不然它真的是炸裂好吃 生牛肉塔塔 這個感覺應該是要稍微的攪一下 但沒關係我先不要毀了它 所以我先吃完美一口 嗯 已經完全沒有生牛肉的腥味 然後它上面的這個 通常我在韓國看到的時候上面都是放一顆蛋 可是它這個是芥末醬 所以它吃起來的口味比較重一點 可是我覺得蠻好吃的 然後也不會辣 因為我們剛剛是點很辣的 小蘿蔔 很多汁欸 它烤得剛剛好 不會乾 我點了這一份 它裡面也共有三隻蝦 它每隻蝦子都超級大塊欸 嗯 很甜欸 而且它蝦子是用烤的 所以它的那個肉上面 會有那個烤的那種香香的味道 真的很好吃耶 推薦給大家 只要上網搜尋Asia Team 然後Crystal 就會出現這一家餐廳的資訊了 讚 那我要繼續吃囉 我們剛剛吃了這麼多 到底會花多少錢 剛剛真的是完全沒有看價格 就是直接想吃什麼就點 太緊張了 我直接把我信用卡拿出來 喔 OK 大家猜猜到底是多少錢呢 這應該是我 來泰國以來 吃過最貴的一餐 答案是 8782元 完全不看價格 吃的總價 可是因為我們剛剛吃的東西 真的都算蠻高級的 所以會有這個價格 我覺得好像也不意外 但我剛剛原本是覺得 可能是會五六千 沒想到居然吃了八千多 可是它這邊是我算服務費的 對 但是非常的好吃啦 推薦大家可以來吃 不用像我點這麼多 但是我覺得 差不多點個四五千塊左右 就可以吃到很好吃又很新鮮的食物了 那我們就往下一個地方出發囉 GO 大家看晚上摩天輪 真的超級無敵漂亮的 然後跟大家分享 想要那種人潮多一點 然後比較多店家開 就是建議可能晚上六點後再來 人就會變很多 會變得超級熱鬧 而且呢 HRT這邊呢其實是在網路上呢 公認比較乾淨也比較有規劃的夜市 不過你們希望你們逛的夜市是看起來比較乾淨的 比較整齊的話 那就非常的推薦可以來HRT這裡 因為這邊已經紅非常久了 但是我晚上來發現 其實越接近晚上 人潮越多耶 大家 現在是晚上的七點半 然後呢帶大家來 Seyam Square 這邊呢其實我上一次有來 但是我沒有拍很久 因為那時候來得太晚了 所以就很多電池都沒有開 想說呢這一次剛好趁著今天晚上呢 還有一些時間來逛逛 然後順便可以來買一些東西 我很喜歡這裡 它感覺有點像是元素 也有點像是明洞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來買衣服的話 我自己個人會非常的推薦 一定要來這邊買 因為它旁邊就是百貨公司 然後呢 側面這邊呢就是廣場 有很多很便宜的衣服 然後晚上來的話又不會太熱 反正我覺得是一個蠻舒服的一個逛街指標 我自己來逛街 覺得有點寂寞但沒關係 上次沒有來逛到 所以有點小可惜 不確定裡面可以拍 但就是如果可以拍的話 我就給大家看 其實蠻好看的 這件很好看欸 外面的這一件 西裝外套也好看 它在這裡 看一下它單價多少 3590 那這一件呢 1590 都沒有很便宜 其實價格都偏高 剛剛購完了 就是我們 愛共有私人 然後我覺得它的單價算是蠻高的欸 就是一件平均都至少要1590元 然後好一點的話就是要兩三千塊 但是它上面感覺都是設計師品牌 所以單價高一點應該也是蠻合理的 其實大家如果想要買的話 我覺得應該還有更多不錯的選擇 只是推薦給大家 如果你們想要買很特殊款式 或是到很特別的顏色的話 那就可以來這邊買 這一間呢 其實我在上一支影片 也有跟大家分享過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我上一支影片 裡面呢就是能夠買的東西蠻多的 然後種類也很多 重點是它比較便宜 大家可以再記一次 叫Match Bars 它真的很便宜欸 這才290 然後也有很多這種 背型 它這邊就是很多老實的意思 990好看耶 看一下 好看嗎 大家覺得好看嗎 我覺得很好搭耶 這990 它其實這間店裡面賣的衣服 它不可能都比較偏強 你知道去夜店 跑趴 或者是 有出席一些活動 需要一些洋裝什麼的 我覺得就還蠻適合的 1890 還蠻便宜的 有超多人在逛的 我最後自己買了兩件 兩件都是上衣 我本來是想要 來 謝謝 你好 怎麼講 Kopunka M Kopunka 你好 你叫什麼 M...B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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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 Lin 我的名字是Suri Paul 很高興認識你 大家 我不知道是因為我真的很少 和台灣的手搖 我從來不知道有這個牌子 紅包 而且當然是他寫的 他寫的是 頂尖台灣店 蠻多的 我怎麼完全沒印象有這間店 好的逛的差不多了 今天也算是 本身大旱啦 超級熱的,給大家看一下現在妝感 維持得很好喔 好扯喔 那我們現在就要回飯店啦 好累喔,而且 我不知道是因為我這兩天吃生食 我在那邊狂拉肚子 第一次耶,我今天連續跑廁所跑兩趟 但沒關係 還是要繼續給他吃下去 好,回家 大家,我回到飯店了 剛剛本來在 Seam Square想要買個飲料 但後來想想算了 我就打開了Grab的App 然後想說 來喝一下手錶牌泰奶好了 來這邊都還沒有喝 然後呢,剛剛就有一個選項 我覺得蠻酷的 就是飲料跟冰塊可以分開 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個泰奶也太少了吧 我剛剛真的會選這個選項 是因為我很怕 他如果送來的過程很久的話 冰塊可能會融化 沒想到 居然被我發現了店家的秘密 就只有這麼一點點 那我就把它倒進去囉 欸...八分滿左右 非常好喝 剛剛真的是受不了 所以我先去洗了我的頭 因為我頭真的有到一個不行 但是妝還沒有卸 回到飯店呢 第一件事情 當然就是洗臉卸妝 我這一次呢 有特別帶了這個 今天白天跟大家分享的 美國FAB 他們家的這個 溫和深層洗蟹潔面乳 這個超級好用 我大概是去年開始入坑了吧 他洗完之後 完全不會繃 而且非常保濕 那當然最紅的就是 他們家的這個 燕脈霜 這個燕脈霜 我大概已經用了兩年了吧 他真的是超級紅 就是他們家的明星商品 而且呢特別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其實 過了30歲之後 我真的很勤勞的 會去做醫美保養 那每一次做完之後 護士當下都會跟我說 阿遠你回去之後 一個禮拜內啊 不能用這個 不能用那個 反正就不能用的去非常的多 但是美國FAB 他們家的這一系列 是完全可以使用的 他們包含連敏感肌 各種膚況 然後還有醫美術後 都完全可以使用 加上他們也有符合歐美的Clean Beauty標準 完全不添加任何香精跟防腐劑 是全系列純淨的成分 不管你今天是敏肌啊 或醫美術後 甚至是全臉的肌膚 都可以使用他們家的產品 好那廢話不多說 現在先去洗臉一波啦 差不多擠這樣就可以了 大家我剛剛已經把臉給洗完了 用的就是這一條 FAB的溫和深層洗蟹接面乳 這一條呢洗完之後呢 臉是完全不會緊繃 而且非常的坦潤 在洗的過程 就有一種被保養的感覺 而且很保濕 然後剛剛在洗臉的過程中呢 就是你可以一邊這樣子按摩 會有一種在做SPA的感覺 因為它也不會有很刺激性的味道 所以就是在洗的過程中 我覺得還蠻享受的 它不會像一般的洗面乳 就是在洗的過程中 你會覺得好像連你臉上的一些好油都被帶走 但這一條完全不會 就是非常的坦潤 那洗完臉之後呢 接下來呢就是保養的部分啦 保養部分呢我用的是這個 美國FAB的SOS燕麥保濕霜 它含有北美燕麥萃取 然後其實在用的過程中非常的保濕 然後也不會覺得特別的厚 有一種很厚重年齡的感覺 同時它又可以修復肌膚 然後鎮定肌膚穩定肌膚 讓皮膚呢有一種被保護的感覺 重點是它使用起來也非常的保濕喔 那我自己個人還蠻喜歡拿它來做厚膚的 尤其是如果我隔天有重要的拍攝的話 前一天晚上厚膚 我自己是覺得幫助還蠻大的 如果大家是容易肌膚泛紅的人 我覺得可以試試看 因為它的效果我自己個人覺得很明顯 同時也可以舒緩肌膚的不適 厚膚的話我通常就會用比較多一點 然後它同時也可以包擦 如果是包擦的話呢 就可以把它當作是一般的保養 就是每天都可以做 厚膚的話我通常大概一周就是 敷個兩三次吧 那像是泛紅啊脫皮起屑乾燥 緊繃暗沉的話 其實他們家光用薄擦 我覺得效果就蠻好的 然後它的質地也非常的清爽 它是那種奶油質地 但是你完全不會覺得 有一種厚重感負擔感 然後你也不會覺得說 它是乳霜會不會用起來就很油 是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我看有一些人是敷到超級厚 但是我是覺得這樣差不多 而且重點是你儘管厚膚 其實他們家的乳霜 我覺得還蠻輕盈的 所以很快就可以吸收完畢 那如果剩餘一點點的話 其實我會把它擦掉 然後可能拿來擦在身體啊 其他地方比較乾燥的部分 我覺得這樣就不會浪費 比方像現在這樣 這剩下多餘的 我就會把它擦在手的這個區塊 因為這邊是非常需要保養的 而且像現在我人在泰國 可能有些人就會覺得 它會不會有點太厚了 或者是會不會過度保濕 但你們不用擔心 因為泰國的飯店裡面 冷氣真的都開超級強的 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而且本來一年四季 最該保養的就是你的皮膚的保濕狀況 因為每個人其實真的是 會因為季節的轉換 跟你的年紀啊什麼之類的 很多因素都會導致於 你皮膚很容易就會缺水 所以我覺得保濕真的是最重要的 像我就是每個月幾乎都會出國 很常就會遇到可能天氣的轉換 容易感到肌膚的不適 那這時候呢 如果我帶了美國FAB他們家 這一系列的保養品 就可以比較穩定我的肌膚 好現在給大家看一下 After的樣子 有沒有覺得更痠了 跟剛剛卸完妝之後的感覺 又不太一樣 就是卸完妝洗完臉之後呢 就已經有感受到很保濕 可是呢剛剛擦完了燕曼霜之後 我覺得那個感覺更不一樣 現在就變得很短 而且它分子非常的小 所以非常的好吸收 我覺得呢 算是一瓶CP值很高的乳霜 像是接下來10月份後 我覺得就會明顯感受到天氣的變化 這時候如果你的皮膚缺水的話 我覺得可以試試看美國FAB 他們家這些保養品 但有了這一瓶之後呢 就可以非常的安心 然後有穩定膚況 會讓整個旅程變得更順利 如果呢大家看完這支影片之後 有被銷到的話呢 現在到MOMO他們有官方獨家的販售 再也不需要找代購 燕曼雙禮盒三入組 一瓶平均不到500塊 CP值真的非常的高 大家可以趁現在呢趕快去買 而且他們呢也會有不定期的一些折扣跟優惠 還有其他產品的一些組合折扣 大家都可以趕快去看喔 剩下的資訊我會把它放在資訊欄 那如果大家想要買的話呢 可以到我的資訊欄去點選連結 好啦就是這樣子 那我待會呢要去整理了 趕快去洗澡 因為明天呢還有拍攝 就這樣子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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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讓我來的 會想要去的 最後一片 我們在哪裏 旁邊是